对于最近的中东来说 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放在叙利亚和伊朗 虽然说美国和伊朗现在依然是剑巴弩张 但是丝毫看不出美国真的敢动手 而且俄罗斯的海军舰队已经开赴中东地区 郭莫哲就是盯着美国去的 要知道当初美国轰炸叙利亚 美国的核潜艇被俄罗斯的潜艇死死地盯住了 导致美国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美国今年带领英国和法国悍然对叙利亚发动攻击 其实说白了美国就是想颠覆叙利亚的政权 而且要削弱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影响力 只能说美国的算盘打得好 这两年我们看到美国一直在压缩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你看看俄罗斯周边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美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克兰 今年美国和乌克兰在黑海举行了大规模的实战演习 要知道黑海可是俄罗斯的黑花园 美国这是摆明了挑衅俄罗斯 只不过叙利亚的走势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想法走 估计今天的美国看到现在的局面还是非常的尴尬 在续俄联军围剿南部叛军时 很多人那么为啥美国见死不救呢 对于气势如虹的续俄联军来说 美国即便出手也无能为力 所以叙利亚一旦剿灭北部叛军 那么叙利亚将会彻底走向重建 只不过伊德利普的叛军并不是那么好对付 估计有5万叛军 而且叙利亚先前部队已经进行了几次试探性攻击 虽然说美国的军队已经介入 但是大致所趋的情况下 美国介入恐怕也难有作为 所以叙利亚政府军与叛军的大决战一触即发 只不过决战在即 各方势力依然还在角逐 但是续俄联军显然是不可当 拿假伊德利普是早晚的事 到那时估计美国会相当尴尬 至少现在看来 美国的如意算盘已经落空 反倒是俄罗斯步步为营 而对于我们来说 却在这个时候援助叙利亚 还是让人意想不到 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8月18日报告称 叙利亚接受了中国红十字会提供的医疗援助设备 中国向叙利亚无偿援助了 两台救护车和两台医用大巴组成的流动医疗单元 而且还有2000万美元的公共汽车 以及海关扫描医等人道主义物资 在叙利亚决战即将打响之际 我们在这个时候突然出手援助叙利亚 对于叙利亚政府军来说显然相当欢喜 毕竟对于已经开始重建的叙利亚来说 中国的紧急援助显然可助叙利亚一臂之力 对于我国的突然出手援助叙利亚 美国和俄罗斯显然态度大不一样 毕竟美国一直支持叙利亚的叛军 想要颠覆叙利亚的政府军 而俄罗斯却一心扶持政府军 而我们出于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 其实这并不是美国乐于看到的 毕竟对于美国来说 显然不想中国参与进来 而且中国显然支持政府军 但是俄罗斯就不一样了 不管是叙利亚还是伊朗 俄罗斯乐于看到中国的身影 毕竟中国和俄罗斯在很多国际事务上都有共鸣 这也让美国相当无奈 两国的态度截然相反的也是意料之中 这就是主义的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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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去的尖利亚 这就是主义的远程 最后就要说 这就是主义的远程 我们下注入来的远程 就像人们的远程 这就是主义的远程 不过来的主义的远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